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接着上午还有几个问题 提问 我们把它解答 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常理局要 其实这些问题都能够与我们的课程相结合 也其实没有离开主题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他讲到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请教真 真 这是真假的真 即法性 何谓法性 法性就是真 你已经讲出来了 真是不变 我们能够接触得到的 感官接触得到的叫物质现象 另外呢 还有一个精神现象 不管是物质现象 还是精神现象 都是无常 都是生灭 都是因缘和和 暂时 暂时生起来的一个幻象 都不是真实的 所以叫虚妄 他的虚妄 他的虚妄 是因为因缘和和 刹那生灭 这个刹那讲的都太长了 我们看到佛经里面告诉我们 一念 叫念念 相似相续 那个念 我们说过 三色一百千分之一 坦子 这么短的时间 所以呢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法性 法性没有生命 法性是我们的真心 离体 每一个众生 都是由这个真心离体里面 所变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修道 就是见性而已 这只讲法性 法性呢 没办法讲 因为我们能说的 能形容的 是物质现象 我们能思考的是精神现象 而法性呢 不可以言说 不可以用思考去攀缘到它 所以叫不可思议 所以不可思议 不是说 这个事情 哎呀 你很惊讶 不可思议 不是这个意思 不可思议 是 方法 也就告诉我们 你不思 不意的时候 你能放下思议 你就能见性 你就见到它 所以 法性 没办法讲 也就见性的人 都讲不出来 换句话说 他能讲的 都是什么 方便 那么所以呢 世尊告诉我们 涅槃 是个性德 你看这也是 形容个仿佛而已 常 乐 我 敬 常 就是 不便 所以什么是常呢 乐 就是常 无常 就是苦 所以你见到 真常 那个乐 不是苦乐的乐 是无有重苦 你看 弥陀经 一开始就讲 无有重苦 但受 诸乐 故名 极乐 所以那个 无有重苦 就是乐 无有重苦 就是常 就是我 所以我是什么呢 我是自在 我是主宰 我是唯一 是一 是不二 所以你从这个定义上来讲 你在这个事项上找不到我 因为所有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的 他哪里有 唯一 哪里有不变 哪里能主宰呢 我们对这个身体都没办法主宰 如果能主宰 我们希望怎么样 年年十八 这做不到啊 这做不到的 你肚子痛叫他不要痛 他听不听你的 他不听你的 因为你没办法主宰 所以那个法性就是我 法性就是静 就是没有染污 为什么染污呢 烦恼 起心动念就染污了 所以这些都是甚深的道理 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个真如本性 我们才愿意修行 所以三字经一开始告诉我们 人之初性本善 所以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 善恶的善已经不善 我们昨天告诉大家 善恶都是染 所以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 那个善是什么 赞叹 赞叹到了极处 就是那个本性 美好到了极处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福报 福报 佛法用向好来做代表 向好就是代表福报 用的来做代表 智慧得相 就是佛见性的时候 不是讲七灾七灾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那个德就是才艺 就是能力 向就是福报 就是大学里面说的明德 一个意思 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 我们就愿意修行 可是本体不能说 说不出来 也不能 想 你一想就不是他 因为他不可思啊 你一说就不是他 说事一物 急不重 那怎么修 对啊 也不能讲 也不能想 那怎么修 修行的功夫就在这里 从作用上 本体上你没有办法 不可思议啊 所以呢 圣人教学 有善巧方便 他讲作用 所以刚刚讲那个东西 强明曰道 道可道 非常道 所以强明曰道 但是道不可说啊 不可说怎么修呢 所以呢 圣人不得已教我们 因为他会起作用 他不是死的东西嘛 他无师也 无为也 即然不动 可是他还能敢而遂通 他能敢通 表示他有作用 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所以他有作用 顺性起的作用叫德 所以道德这两个字 很难讲 我们说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因果教育 这六个字都很难讲 所以他顺性起的作用 就叫德 那德就可以讲了 因为德有作用 就有相 我们叫德相 德就有相状了 就可以思 就可以意了 所以所有思意的都是德 而当我们从德的作用去 学习的时候 学习德 不定什么时候 入这个本体 就弃入道了 所以这叫 极用 显体 从作用当中 去显出那个本体 你就有门路了 所以道没办法讲 圣人告诉我们德 德 德因为太维系了 所以圣人在下降 告诉我们人 所以人 是德 再 粗一点的状态 德在内 人 半内 半外 而以什么来展现人呢 你说人者爱人 好 不能空口说白话吗 用什么呢 用意 至于道 据于德 义于人 有于义 这是孔子说的 你要拿一句话 来代表 整体的中华文化 哪一句话呢 这句话就能代表 至于道 据于德 义于人 有于义 都没有漏掉 完全没有漏掉 就是传统话 讲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字都没有漏掉 到我们刚刚说的 不可思 不可意 就是刚刚 我们不是讲 无思也 无为也 这孔子在 对易经定本体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讲 讲述本体的 他说他无思 无为 无思也 无为也 急然不动 感能睡通 无思就是 他不是精神现象 我们叫非精神 他不是精神现象 这个本体 不是精神现象 所以你想 想不到 你说你让我想一想 你想什么都不是他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 跑到的地方 他就没有了 叫心形触面 你心能够跑到的 那个处所 就不是他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精神现象 再来无为也 为是什么 为是造作 这个为就是作 作为 你看这个笔 是被谁做出来的 被人做出来的 创作出来的 所以人能创作的东西 叫什么 叫物质 所以它非物质 它不是物质现象 所以我们前五世 眼耳鼻舌身 能碰触到的 都不是他 第六意识 能想的 也不是他 所以我们六根 我们这个 六世接触到的 六成现象 都不是他 你看 没办法讲了 也没办法想了 那怎么修 对啊 就是这个问题 怎么修 也不能讨论 也不能思维 对 你要进入这个状态 你就坚信了 那进入这个状态 怎么做 放下起心动念 那这个我们 我们做不到 我们现在凡夫做不到 好 所以等一下有方法 所以他不是精神现象 他也不是物质现象 然后说他 急然 急就是 什么都没有 不动 自信本定 这都是透露信息 告诉我们 你要见性 一定要 以定为什么 枢纽 因为他不动啊 那他的不动 是哪里 不动 是身不动吗 不是心 法性啊 这就是法性啊 但是你说 那死人也不动啊 木头石头也不动啊 也急然啊 那难道 自信是木头是石头吗 不是的 他有作用 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他的作用是什么 感同 通是什么 通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福报 就是通 感就是众生有感 他会反应 他会起反应 这叫妙用 他的作用叫妙 就我们上一节课 告诉大家的中庸 中庸 庸是什么意思 庸就是用 所以中庸就是用中 中就是不偏不倚 佛以音言说法 众生随类得其解 对每一个人来讲 都不偏不倚 这个作用妙不妙 妙 他为什么有这个作用 法尔如是 所以这个作用就叫慈悲 就叫做慈悲 这都是强明 所以大家了解到 道没办法讲了 才说道可道 非常道 你要能讲得出来 就不是常道 怎么办呢 失道而后得 所以那个失是迷失 不是真正失掉 所以呢 没有办法下手出 对不对 那圣人起慈悲心 教化众生 要用我们众生 能够理解的 来教我们嘛 所以呢 他起的教学 都是要方便 全部都是方便 所以他教什么 叫德 所以德是道起的 作用 应该是说德 德是道的相 应该是这样讲 道是体 德是相 或者是说好 德是相对 人是作用 是总作用 作用之种 义呢 是作用之别 别作用 别作用 换句话说 德在内 人是半内 半外 义是完全显在外面的 显在外面 外显的 换句话说 你怎么能够入道呢 从德入道 从人 从德入道 因为人跟德 是道起的作用 是道的形象 就是他显现象的时候 就是德 就是德相 所以见性的人 从自性当中 起作用 就一定与德相应 一定与德相应 所以戒是什么 戒是佛行 戒就是佛行 他一定与德相应 一定与道相应 一定与德相应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所以呢 我们学 是从哪里学 从德 从人来学 从这个地方学 那么所以呢 你看我们学人 比如说人者爱人 好了 你怎么爱人 你不能说 只有一个口号 从哪里展现出 人者爱人的那一种 作用 从义 从外显的才义 对不对 所以才义里面 有百公 我们现在做的 各行各业 是不是义 义是什么 义就是人数 义就是人数 你看我们到医院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匾额 叫什么 人心 人数 有没有 所以那个医生 那个医数 叫人数 可是人数 从哪里来的 从人 心 有人心 才会有人数 如果这个心 不人 这个数 变成什么数 变害数 害人的 所以他那个手 去杀人 难道是那只手 坏吗 把那只手 剁掉就好了吗 不是 是心坏 所以他要改的是心 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 最大的麻烦 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学校 大多数的 世间的学校 这里把它割掉 道德人 不要了 他只要这个 都在教才艺 都在教 哪一个科系 教什么 这个医学系 教医学 这个文学系 教文学 他都在教艺 可是里面 有没有人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他把它割裂了 换句话说 百工 都可以修道 不管他是哪一个行业 只要他修道的时候 把他的那个艺 加上人的元素 他就能入道 他就能入道 就这个道理 所以职业没有贵贱 他不管什么职业 什么职业都是义 只要加入人的成分 他就能够往道的方向走 那所以配合我们这一次的教学 意是什么 意就是生活 生活教育 人跟德就是生命教育 道就是生死 生死教育 也就是说 你在生活当中 历练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看我们做各行各业 是不是生活 我们是不是要生活 在那当中怎么历练生命 你拿你那个行业 里面加入的人 加入了德就对了 你就起这个作用 而这个作用 这个作用 急用 就慢慢能显出本体 因为这个本体 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所以急是什么意思 急是不离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 你不管是哪一个行业 你在生活当中 只要不离开人跟德的作用 什么意思 念念为众生 这就是不离开人的作用 不离开德的作用 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录道 就这个道理 所以道不是用讲的 所以讲经不能了生死 我们在上面讲 讲的天花乱坠 不能了生死 因为道不是讲的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精神现象 他也不是物质现象 你讲怎么能够了生死 所以要怎么样 要做要落实 要在哪里落实生活 他没有离开生活 所以必须要一直提升 你灵性的高度 你在这个生活当中起的作用 都与人跟与德相应 只要不相应的 就不行 你就要淘汰掉 不相应的都要淘汰掉 所以从这个当中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学习 你就要学习什么 什么是跟人相应的行为 什么是跟德相应的行为 你看我们中国人整理八德 孝替忠信 离义廉恥 人爱和平 这就跟你德相应的行为 要不要学 不学怎么会 不接受教育怎么会 所以我们的生活 不是只有技能 不是只有混饭吃而已 不是的 他还有生命教育的提升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 因为同学问法性 我就干脆就把这个东西 先讲出来 这个东西有没有离开 我们课程 没有 因为义的开头 六义的开头 就是离 离打头 离 月 舍 玉 书 术 离打头 所以没有离开离 没有离开常离 所以不管大家学多广 最后都要博学于文 约之于离 都要从离来抓 所以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 是恭敬 而恭敬最核心的东西 就是把我放下 你做不到 做不到 你就没有办法入道 不是做不到的 做得到的 为什么你觉得你做不到 因为你没有听经 你不知理路是什么 怎么修 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那怎么办呢 照做嘛 不知道道理是 照做 照什么做 地质规 感应篇 所以地质规是什么 地质规每一条都是理 我们今天讲常理举药 大家回去对对地质规 相不相应 你能找出一条不相应的 那佛不就忘语了吗 不可能 一定是相应的 哪里有矛盾的 所以呢 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 都可以修道 所以一定要找什么行业 证命嘛 有没有 我们这个你去读孟子 孟子有一个故事 他说 有一个人做弓箭 有一个人是做盾的 一个是做锚的 一个是做盾的 两家生意都很好 两家生意都很好 可是两家以后的前途 会不会一样 会不会一样 生意都很好 都很赚钱 为什么前途会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做锚的那个人 天天在想的是什么 怎么研发出 世界上最利的锚 可以穿过世界上最坚 利的坚论的盾 他天天在想杀人 而做盾的那个人呢 天天在想什么 天天在想怎么救人 所以那个盾的 做盾的就是人数 有没有 对不对 这样大家能体会吗 所以两个人生命的品质 一不一样 不一样啊 怎么会一样呢 所以在用心 就是你的心在哪里 是善还是恶 还是然还是静 还是旺 还是真 有没有 昨天不是讲这三个层次 好像没有讲过 怎么都没有印象 就转恶为善 转谜为物 转凡成圣 是不是三个层次 是不是都是心的层次 对嘛 那那个心的层次 是不是生命教育 对不对 在哪里历练的 生活嘛 在生活上历练的 最后要解决什么问题 生死问题嘛 就生死问题 才能触碰到到啊 你要没有触碰到 就是说你要没有触碰到到 跟生死是不相干的 跟生死不相干 那就是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那就是人生难得 结果你把它给糟蹋了 所以中国文化就是讲这个 你说法性 法性就是这个道啊 你叫我怎么讲 不能讲的 但是勉强要跟大家说 就要设施这些名项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呢 学人就是说 我本来是想说 讲到群书之药再来讲 没关系 但是这个问题一问了 就把它讲出来了 所以其实都没有耽误课程 大家不要发现 不要说 哎呀这个问题怎么这么多 耽误课程 没有没有没有耽误 这个我本来都要讲的 因为这都很重要的概念 那跟理有没有关系 有啊 义的打头就是理啊 义乐设义书述嘛 没有理什么都没有用了 义都落空了 因为没有理的话 他都跟人 跟德挂不上 扣不上关系 怎么可能入道呢 不可能的 所以修道绝对没有侥幸的 决定没有侥幸的 也没有偶然的 不可能 所以对道理一定要透彻 修道哪有不明理 然后这个盲修的呢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公修公德 婆修婆德 你说你修得很好 我嫉妒你 我能不能把你修行的成果 拿过来给我享用 不能不能做不到的 所以我羡慕你 我嫉妒你都没有用 我要真修才有用 所以绝对不是说 我们开铁药 然后我吃下去之后 我就立刻就入道了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杨过 这个遇到一个老人的 把六十一甲子的功夫灌给他 他就很厉害了 有没有这样 没有的 修道不是这样子的 修道要下真实的功夫 所以一定要听经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说 海鲜的和尚也没有听经啊 对 没有错 孔子告诉我们两种人 有两种人教学不用寻次第 为上至与下于不移 就是上上根跟下下根的人 不用寻次第 我们不是这种人 我们是中间的那一群 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次第 不能列等 所以老子上开给我们的药方是什么 地址归 甘音篇 十三页道 先扎三个根 然后三字经告诉我们 这叫小学有没有 小学中至四书 四书通 孝经书 如六经时可读 从四书到六经 从六经再到什么 金子通读诸史 不是 经济明方读子 有没有 然后金子通读诸史 吃地啊 所以你要做学问 第一个就是小学 第二个就是试书 第三个就是经部的 第四个呢 子部的 第五个呢 史部的 而群书制药里面有什么 有经部的 有子部的 有史部的 所以群书制药是研究所的课程 就是我们经部都不懂 我们怎么读子部 怎么读史部 因为子部的不纯粹啊 史部的也不纯粹啊 你经部的根要是不熟的话 你怎么判断子部跟实部 所以要寻次第的 那你说那我不是读书的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不要懂这么多 你不要找三个根杂好 然后呢 一句佛号 真心切悦 你也能解决问题 这是洁净 这都是洁净 所以你要懂这些道理 你不可能不念佛啦 你不可能不求极乐世界 不可能不求净土 不可能 所以就怕你不透彻 不怕你透彻 所以经教一定要很熟 一定要很深 但是 还要依教奉行 一定要真修 你修一分 你就真实得到一分 实得的啦 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 很感谢这位同学问法性 第二个问题 请教如何舍掉感受 这个问题 学人告诉大家 我们千言万语都在教这个 我们不是告诉大家 总原则是什么 扩大心量 其实要舍掉自己的感受 我跟大家讲一个 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念念想别人的感受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 自己的感受 因为你忽略别人的感受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做过母亲的 各位做母亲的人 你在生产的时候 当你生完小孩的时候 痛不痛 症痛 非常的痛啊 可是生完小孩的 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是痛吗 不是 我的孩子健康吗 就他有在意自己的感受吗 他如果在意自己的感受 他说我痛得要死了啊 那个小畜生 害我痛得要死 这样你懂吗 妈妈生产完 是不是那个念头 不是的 都是我的孩子健康吗 他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痛 根本忘记 但是孩子真的很痛 可是他所想的 就是他一直在想孩子的时候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大师之菩萨 念佛缘通章 要用罗母义子 来做比喻 所以我们是没有去想别人的感受 而不是你舍不掉自己的感受 是我们太自我了 我们心里面根本没有别人 大乘佛法教我们什么 念念为众生 就当你念念为众生的时候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执着你自己的感受呢 就是我们太自私了啦 我们天天在想是 你给我好受 你给我难受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曾经给人好受吗 我们在给别人难受的时候 我们会警告自己 我不能再这样了吗 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吗 所以如何舍掉自己的感受 很简单想别人的感受啊 己所不欲 物失于人啊 很简单你跑到公共厕所一闯进去 哇 你看到这个整个马桶全部都是粪便 你会怎样 你大便的心情都没有啦 你会觉得很难过 会啊 所以当你上完厕所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 如果我没有把它清干净 我就这样跑掉了 那下一个上厕所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有你绝对不敢 弄得乱七八糟 然后就走掉 你一定会怎样 把它清干净嘛 对不对 让下一个使用者 进来的时候很舒服嘛 大家能理解吗 这叫己所不欲 物失于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 这么中意自己的感受 因为你忽略别人的感受 打完了之后 反正这是公共厕所啊 反正下一个来的人 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对不对 反正这个我好受就好了啊 我还去清那个 这个太脏了 这个很干净啊 你在意你的感受 你就忽略别人的感受 你要重视别人的感受 我不可以这样 我一定要把它弄好 我再走 我们坐火车 坐飞机 那个椅子 可以这样靠下来 对不对 问题是你很舒服 对不对 后面那个人 后面那个人 位置就变小了啊 他就要委屈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要很舒服 那后面那个人就得不舒服了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你就知道 这个位置已经很舒服了 不要再躺了 这样大家能理解吗 你想到别人 或者是说你躺没有关系 可是呢 到站的时候 怎么样 先竖起来 因为人家有的要 你要过啊 要出站啊 你不能让他不方便 就你想到别人的感受 你怎么会在意自己的感受 所以重点就在于 这个理就是这样啊 所以理为什么 就是常理举药里面 非常多这样的 例子啊 理为什么会叫一套一套 就舍掉我们的感受嘛 就你真正能够寻理去做的时候 一开始练当然勉强 有没有 为什么要勉强 因为有习气嘛 我们的 那就叫习气啊 你在那个勉强当中看到什么 看到我很差啦 我怎么习气这么重啊 你要看到这个 是责备自己 而不是说 那个人怎么那么讨厌 那个人怎么那么麻烦 不是的 不挑剔十斤美二 你看禅力举药里面有这一条啊 为什么不要挑十斤美二 因为十斤美二是感受啊 谁不喜欢好吃的 谁不喜欢多吃一点 可是我多吃一点 是别人就少吃一点 有没有 你如果重视别人的感受 你就会少吃 你就不会多吃 你就会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们这个过去台湾人 台湾人很怕给人添麻烦 就我们老一辈的 台湾的传统 因为经常听这个我们长辈讲 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然后呢给人家添一点麻烦 会觉得怎么样 很歹事啦 很不好意思啦 真的都是这样子 都觉得好像给人家添了很多麻烦 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压力 不愿意这样子的 所以你访客的时候 人家在看手表了 你看常立局要有这个吗 你还要继续赖在那里吗 人家在看手表什么意思 很晚啦 人家要休息啦 为什么我们没有神经 没有敏感度 台语就是没神经啦 就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敏感度 没有理 因为他太重视自己 他在那里发表得很快乐 结果他忽略了别人要睡觉 可不可以这个样子 不可以啊 可是为什么 我们舍不掉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 对啊 找到答案了 因为从来没有去想别人的感受 做儿女的 为什么顶撞父母 为什么忤逆父母 因为他不知道父母的感受 他懂了父母的感受 他敢不敢忤逆父母 不敢 他不要忤逆父母 我要让我的父母好受 我希望我的父母 这个 这个 无忧无虑 他想的都是这个 古代的父母 对子女也是这样 为什么教训子女 为什么 希望他以后好 都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的 真正的爱护对方 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其他的道理都不要讲太多了 这就是 里面就有大学问 常理举要说老实话 每一条你去对照 有没有离开这些原理原则 有没有离开念念为众生 没有都没有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重点抓住了 其实我们条文不用念 大家也都懂了 问题在于什么 还要克服烦恼习气 真正去把它做到 就是我们下次到任何公共场所 任何公共的地方的时候 都想到别人 我们就不会做出 让别人讨厌的事情 所以公共场所能不能大声喧哗 不能啊 为什么 有人要休息啊 你在那边发表高论 你只重视自己的感受 你有沒有想到 有人要休息的感受 对啊 我们这个 买东西要不要排队 要啊 你去插队 那后面的人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 所以这些道理 我们都懂了之后 常理就在这里了 就是心里真的有别人 所以这个同学问的 问得很好 再来从粗浅的方面来讲 从粗浅的方面 粗浅的 就是呢 感受是什么 感受就是情绪 你看我们世间人都要做情绪管理 有没有 对啊 世间很多的教学都教我们要情绪管理 有没有 是不是 能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这是过去 这个 陈德法师在家的时候 他讲地址规 不是有一句这个吗 很有名的 金句啊 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啊 什么能不能掌握情绪 感受很重的人啊 就自我感受很重 好受难受很重的人 他能不能掌握情绪 不可能 决定不可能 美国有一个新闻 过去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 有一天 她在她爸爸的车子 车子上面画这个 用石头在车子上面乱画 因为小女孩她不知道 她的爸爸一回来 看到这个车子 很生气 你看我的车子怎么被你画得这么花呢 很生气啊 怎么办呢 她能拿这个 在这个车库里面有这个 铁丝啊 就用铁丝把她的两个手绑起来 吊起来 气冲冲的跑去喝酒 跑到这个酒吧去喝酒 一喝酒忘了 忘了这件事 所以那个小女孩的手就一直被绑这样 用铁丝缠绕 等到她的爸爸从酒吧回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小女孩的手怎么样 发黑了 所以赶快送到医院怎么样 结枝 结枝 三岁 她从手术房出来的时候 恢复之后 醒来的时候 举了两只手问爸爸 爸爸我怎么没有手 她的爸爸非常难过 非常痛苦 拿枪 举枪致敬 好 这个故事 我要请问大家 这个爸爸自杀 有没有解决问题 问题更严重 为什么这个女孩就变孤儿了 更严重 为什么她会这样做 她的命运为什么朝向这个方向 为什么 情绪 就是感受 是不是就是感受 她从头到尾都很在乎 谁的感受 自己 她看到车被画花了 她什么感受 愤怒 对不对 其实车子是不是我 不是是我所 她知不知道 她有没有智慧 知道这一层 没有啊 她没有智慧 她有没有智慧 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她有可能有这种智慧 她的心量 有没有大到那种心量 没有啊 没有啊 她有没有想到 小女孩的感受 有没有 因为小女孩很可爱 她拿石头画 她是在做什么 是在游戏啊 她有没有恶意 没有啊 但是什么东西 藏住了她的智慧 愤怒 愤怒藏住了她的智慧 那第二次 她看到 女儿没有手了 什么东西又把她的智慧 藏住了 悲伤 悲伤也是情绪啊 是不是又把她的智慧 给藏住了 所以这个鱼痴的情绪 牵引她去做什么 自杀 所以这一幕 有没有其他的选项 有啊 比如说她一进门 看到她的车花了 她可以怎么说 哇 你画得真是非常的漂亮 你真有绘画的天才 可不可以这样 因为已经不能挽救了啊 然后再告诉她 以后要画在画布上 不可以画在这里 可不可以这样教她 可以啊 这就有其他的结局了 生命不就有其他的选项了吗 这不就是命运吗 就转变命运再转变什么 是不是就是转变情绪 这是不是就是智慧 是不是就是与智慧相应的生活 对啊 为什么不这样做 就是学人这个故事是 用一个张力很大的一个 一个结局来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的人生 每一天都面临这种抉择 你跟人事物相处的时候 都面临 你到底是要用感受 还是要用理智 都面临这个 都面临这个抉择啊 有没有 你与人相处 与世相处 就是缘跟世嘛 就是静缘嘛 所以为什么静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那个好丑起于心 那个就是你的感受嘛 静缘哪里有好丑呢 静是人是环境 有恶缘 有善缘 物质环境 有顺境 有逆境 所以顺利皆家境 善恶嫌良缘 那是谁 那是有智慧的人 那是他的生活 跟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已经历练出一个 高度品质的生命 所以你问 怎么舍掉感受 就是脱开心量啊 再来你从因果上去看 为什么现在这个人 让我很难受 为什么 没有别的 因为我过去 也让他这么难受啊 对啊 那所以怎么办 逆来 顺受啊 他逆着来 我顺着受啊 对啊 所以从因果的角度 所以因果教育 就是在化解 这一个 你对 这个感受执着的那一种 一铁良方啊 可以这么说 可是我们今天学校 没有因果教育 所以小孩对自己 现在年轻人 对自己情绪的处理 的能力强不强 很弱 非常的弱 不但是小孩很弱 现在成年人都很弱 所以一个对自己情绪 控制非常 叫做 非常 这个稳定的人 这个人叫成熟的人 一个对自己情绪 无法控制 很在意自己感受的人 这个是幼稚的人 就这个人太幼稚了 那他的心智那么幼稚 请问他的生活会 幸福吗 他会有福报吗 他会有 德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决定做不到 所以你说常理举药 常理举药就在学这个的 他绝对不是教条 他也不是威权 我们今天用这些态度去看 他就是 这都是邪见 可是我们现在又不能骂人家 不是骂了 不能说他邪见 因为邪见确实不是骂人的话 他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但是因为大多数人现在不理解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办这样的教育课程 我们来参加这个课程 我们真的要非常感谢 首先感谢我们大和尚 感谢我们这个华藏 这个学会 卢士道学会 我们要感谢 为什么 因为他让我们 把这个断层补起来 把它补起来 就短短的五天 其实我们要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就是学人现在已经有点感进度了 真的讲不完 就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所以就不能简单的讲 所以大家要了解说 因为这个概念不是很单一的 所以一定要静下心来学习 而今天 大多数从政的人 从事政治的人都很忙 谁有办法在这里做五天 那他们因为 他们没有办法了解 他们如何制定一个好的教育政策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培养师资 现在最重要的 国家有两个重要的系统要建立起来 一个是师资培育系统 一个是官员的培育系统 官员的养成系统跟教师的养成系统 这两个系统要先建立 所以才会有政见 政思维 才能引导政语 政业 政命 政念 政精进 政定 你才能引导百工 以人数来过生活提升生命 所以学校就不会流于 这个只是知识跟技能的传递而已 现在严格这个学校不能叫学校 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知识技能传习所 他没有学校的功能了 他传递的只是知识跟技能而已 他不但跟生死不相干 他跟生命都脱节 就这个生活跟生命脱节的时候 人叫什么 人叫禽兽 叫行尸走肉 我们这样怎么对得起人 人家把子弟交给我们 我们不把他的生命完整 不让他去碰触生死的问题 我们会堕18层地狱 不是19层 会堕19层地狱 因为听说这个18层是做医生的 做老师的在第19层 很可怕的 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大家了解这个道理 就是说舍掉感受 这个太重要了 修行你感受舍不掉 你不可能入门的 还差得很远 射受想行事 差得太远了 所以除非你不想修行 但是不可能 因为你没有修行 你没有出路 所以你只有一条路 就是舍掉感受 不要执着自己的感受 那么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 从放淡 我们给大家两个字 一个是让有没有 一个是淡 淡化 从淡化进入到完全舍掉 让 所以要在生命当中练 历练 在家庭里面 先练财务清 怨和生 言于人 分自民 所以呢 两个人为什么要吵架 少说一句话就不会吵架 所以夫妻之间 要开始吵架的时候怎么办 我出来走走 就我出去走一走 这样了解了吗 有修行的人先说 我出去走一走 这样就好了嘛 避开不就好了吗 少说一句就好了 淡 先淡化 有没有 对 然后去走一走 十分钟之后 回来就没事了 没记得 就忘记得 这样 也是一个方法 你说我修养没有那么好 修养没有那么好 先避开 对不对 暂时避开 这样就好了 所以方法很多 可是呢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就是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要没有信心 你一定做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很好 这是问得很好 再来呢 有个问题 他说 善谈心性者 不弃离于因果 深信因果者 终必大名夫心性 解释这两句话 其实 我们刚刚在讲心性 我们其实已经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道 道不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没有 这个道叫做真空 然后真空 因为它能起作用 所以叫真空不空 然后呢 这个起的作用叫妙有 那妙有就是假的 所以叫妙有非有 这叫就谈玄说妙啦 这叫善谈心性啦 可是有没有用 没有用啊 因为它是在作用上面 急用来显体 对不对 所以善谈心性者 能不能弃于因果 事项上的因果 不能啊 因为你必须在作用上 急用去显本体啊 所以善谈心性 还不能能不能弃离于因果 不能 因为它是从作用当中 去显本体的 所以一定要在生活当中 去怎么样 去磨啊 往往都是磨得很辛苦 磨得很厉害 为什么磨那么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习气很重嘛 要起惭愧心 所以能不能离于因果 不能 还是得在因果上 好好地修 然后呢 身性因果者 就是作用上面 好好地在 人跟德上面 好好下功夫 必大名乎心性 就是他能显体嘛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 我们就讲过去了 下面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网路上的一个问题 他说呢 这个善恶 如果不能抵消 那命运如何被转 行善为什么可以转命 其中的原理是什么 善恶不能抵消 就像 种子 你比如说 这个古代有个公案 有一个老和尚 他就叫这个小沙米 他说呢 这里呢 有一包 有两包种子 这一包种子 有一包种子 这包种子是 就是那个 我们叫 这个荆棘 的种子 那你这两片土地 你把这个种子撒下去 其中有一片土地 你给它 灌溉 在浇水 另一块土地呢 你每天去把它踩 踏 然后浇石灰 然后不要浇水 结果呢 到了某一个 这个 这个只过了好几天 你看 这个浇水这一个 这一块地 是不是发芽了 对不对 浇石灰的 去踏它的 那个就没有发芽 没有浇水 是没有发芽 那么过了一个月之后呢 这个你看 荆棘就长出来了 有没有 这个没有灌溉的 这个荆棘 是没有长 对呀 那他就告诉 这个小沙米 你看 我们的恶念 恶念就像 这个荆棘的种子 如果你一直浇灌它 你用什么 在浇灌它 用相续的恶念 对有没有 相续的恶念 在浇灌它 它是不是就会发芽 然后这里 虽然你下了 那个恶念的种子 但是你不浇灌它 你不用相续的恶念 去浇灌它 它是不是就不长 对不对 它自然就不长了 对呀 所以改变命运的方法 就是像 这个比喻很好 就是你为什么 一直行善 就能改变命运 并不是你把 恶的种子抵消了 不是的 而是你让善的种子 一直发芽 但恶的种子 是不是还在那里 对 还在那里 或者是说 恶的种子已经发芽了 已经长了 但是你开始 不给它浇水 它是不是就会枯萎 是不是就会烂掉 对呀 所以这个就是 善恶不能抵消啊 可是行善会改变命运 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所以这是讲到命运转变 所以这个是善恶不能抵消 不可以抵消 但是这个都是从不了意的角度来讲 真正自信里面说老实话 也没有善也没有恶 我们从不了意的角度来讲 所以这个比较深 你就听你懂的那个部分就好了 第二 如果观察自己内心的状态 是善多恶少 还是恶多善少 其实这个问题也很重要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了凡视讯里面 善恶 那个云古禅师 不是云古禅师 了凡先生讲善恶之后八对吗 所以分辨善恶容不容易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可是中共禅师 他的开示 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分辨善恶 凡是有利于人的就是善 有利于己的是不是就是恶 所以是不是刚刚学人一直说的那个 就是说我们念念想自己的感受 这就是恶哦 你要能想别人的感受善 那就是几功累得 所以呢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善恶就是 一个是想自己 恶是想自己 善就是念念想别人 为别人着想 想要利益别人 好了 你懂了这个分辨之后 那你就要看你一天下来 有多少念头是为自己 有多少念头是为别人 那不就善恶多少 是不是就知道了吗 对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善恶有多少 是第一个 因为我们连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都不知道 第二个 你连善恶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会知道 你现在的起心动念 是善还是恶呢 所以这种人生 是一种什么人生 是一个糊涂的人生 愚痴的人生 是一个醉生梦死的人生 这样的生命 品质会高吗 不可能 可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教科书里面 从来没有一本教科书 教我们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那我们怎么期待 我们现在教出来的小孩 知道善恶 你怎么期待这件事情 那你弄得他善恶不分 他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这个社会会好吗 不可能嘛 就你将来的政权就要交给他 这个政权我们没有嘛 对不对 我们讲的更实际一点 你是爸爸妈妈 以后你要死在谁的手上 你要死在你儿子手上 听得懂吗 听不懂 他怎么帮你办 他怎么帮你办伤事 对啊 就你要死在他手上 如果你交出来的儿女 连善恶都分不清楚 你会怎么死 你会死得很难看 我讲的都不是诅咒人的话 都是一个平铺直竖的事实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好像都在走这一条 很不好的路 因为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是无怪也 可是你不怪他 可是他都 他还是要走这条死路 你会觉得舍不得 觉得很舍不得这样的事情 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发愿 人生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弘法立生 把这个福音 你要传到全世界各地 这真的是福报的声音啊 所以呢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大家一定要发一个大愿 虽然这条路很漫长 可是很有价值 你这一生做这么一件 有价值的事情 你的生命没有白来 你的父母将会为你而感到荣耀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立生行道 扬明于后世 以显父母 这就是最大的尽效 那么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 善多恶少 你怎么去观察 你一定要先认识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还要关照自己的心念 然后你才能知道 我今天是善多还是恶多 是佛念多还是妄念多 你能知道 你就知道自己的前途去出 因为可以预测嘛 因果是可预测性的 所以自己能不能往生 要不要问别人 对吗 有人就问老二上说 老二上你看我能不能往生 老二上告诉他什么 你一定不能往生 因为你糊涂啊 就你连自己的善恶念 佛念忘念多少 你都不知道 那表示你是糊涂啦 迷到底了啦 你怎么可能往生 就像你吃 今天中午吃饭 吃完了你问他说 你看我饱不饱 我有没有吃饱 那不是糊涂话吗 所以我们怎么都问 这些糊涂话呢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开智慧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往下看 第三题 作恶 果报感受到痛苦的时候 应该怎样减轻痛苦 怎么减轻痛苦呢 还债 也就这个痛苦就是还债啊 我应该还的啊 所以呢 因果的道理是什么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有没有杀人不用偿命的 不可能 国家的法律 可以逃得过 因果决定逃不过 所以杀人一定要偿命 欠债一定要还钱 金钱在好还 什么在难还 感情在罪难还 所以要跟人家搬干净 这个国语怎么讲 纠缠感情 那个不好 我们跟人以法来做什么 来做媒介 解法源 把家亲眷属都转成法眷属 这就吉祥 非常吉祥 所以恩爱夫妻 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 约他去吉祥世界 相会 对 恩爱夫妻 就是我们一定要离开啊 没关系 我去那里等你 或者你先去 你到那里等我 我们在吉祥世界 再继续约会 这有没有出路 这就有出路了啊 不然没有出路呢 人在哀愉之中会怎么样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之当 我又带着 这就没有出路啊 所以有吉祥世界 真好 对啊 就有出路了啊 你看家亲眷属 都可以到吉祥世界团圆啊 不是很好吗 对啊 所以很多人说 迷信什么等等的 我告诉大家 就如果就 很简单的道理去讲 很简单啊 我们每一个人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死啦 是不是 好 如果没有方案 如果没有方案啊 对一个老人来讲 他的生命叫什么呢 叫黄昏 事业 黄昏啊 有没有 夕阳无限好 可惜竟黄昏 有没有 因为黄昏了嘛 所以他的心 会不会觉得很沉重 会不会觉得很沉重 会啊 因为我要 死啦 该死啦 时间快到了 你看 你看 是不是很沮丧 怎么解决 极乐世界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 有极乐世界 黄昏事业就变成什么 希望工程 是不是 充满希望 哎呀 我要往生啦 我 过几天就要往生啦 哎 你看 一不一样 一个叫往生 一个叫去死 哦 那个 差太多了 这样了解吗 你要选择哪一种 往生嘛 对嘛 再笨的都要选 往生啦 怎么会选择去死呢 所以 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就 这个不是很高的智慧 都能想得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 他是迷信呢 为什么你要打击 那么多的老人呢 就你给他一条 希望工程嘛 这样对不对 然后你的家境眷属 且法源 以后都可以到那里去见面 多好 这不是安慰人的话 这是真的 弥陀心开始不是二友吗 对不对 从此西方过十万亿佛过渡 游世界 歧途有佛 讲得这么清楚 所以呢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除了讲理之外 最终引导大家去哪里 极乐世界 所以你说怎么减轻感受 减轻感受就说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个世界怎么样呢 虽一事精进勤苦 虚于兼耳 所以再怎么苦就这一生而已嘛 这一生是我在这说不是最后生啊 所以再怎么苦要不要 咬紧牙关 咬 为什么 因为过几天我就要往生 那过几天 对啊就过几天啊 一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吗 十年呢 三千六百天 一百年呢 三万六千天 三万六千的这个人民币 十分钟就数完啦 不用十分钟啦 这样了解了吗 不就过几天而已嘛 那我像我们像 我这个做半百的人 你们看不出来吗 我半百啦 哎我棺材已经 进了三分之二啦 你以为我还有很多时间吗 真的这不是假的啊 我还能再活半百吗 不可靠 不可靠 是不是过几天就要去了 对啊 那你在意这个做什么 你计较做什么 全部让你赢 你又如何 所以怎么减轻痛苦 马上要见佛啦 痛苦就减轻了啊 然后再来呢 我该受的啊 因为欠债还钱啊 杀人偿命啊 该受的啊 有什么好痛苦的 我们在逼迫别人的时候 别人痛不痛苦 对啊 从因果的角度 从心量打开的角度 你来顺受 所以这个都不是消极哦 学生跟大家讲 你看当你接受了 你才能积极的开创未来嘛 这样大家了解吗 你就不会造新秧嘛 你是在随缘 消 就业啊 所以哪是消极呢 这是很积极的作为哦 第四个 感受到果报的痛苦 的时候呢 要如何来对待 这个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呢 用因果来对待 用这个 虚与兼耳来对待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间 该还的 我们要还 所以在这个世间 要善了因缘 让一切的因缘 要了得很善 父子的因缘 了得很善 夫妻的因缘 了得很善 乃至于有 君臣 朋友的因缘 都要善了 怎么样才会善了 怎么样了才会善 敦伦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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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要觉得很痛苦 不需要 因为我到极乐世界 我随时可以回来帮助他 这是讲真的 所以你就不会急躁了 所以逆来 顺手 我们看 这个 下面这个问题 他因为四年前 压力太大 没有办法排解 导致精神错乱 被医生判定精神分裂症 需要吃药 请教老师 因为父亲的言语很刺伤我 又没有深教 让我很难信服 内心里面感到痛苦 我应该如何去转念和学习呢 平常应该如何修学 要在哪里修学呢 其实 精神上的疾病 都是因为没有办法排解负面的情绪而来的 而负面的情绪 第一个会造成我们身体负能量的累积 负能量的累积 会让我们虚 虚耗 身体就会比较寒 比较虚 邪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 就很容易产生精神疾病 趁虚而入 大家听得懂吗 有的是附体 有的是受众生的干扰 那么他就 像阳气很重的人 他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正气很凛然的人 不会有这些问题 像这个大和尚在这里跟我们讲几个公案有没有 有一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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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去住在那个鬼屋吗 那个鬼进来的时候 头披头扇发 舌头吐出来 他说嗯 头发只是比较乱而已 舌头只是比较长而已 他那个头拿下来 他说有头我都不怕了 何况无头 那个就正气非常足的人 大家理解吗 那个邪就轻不了 结果这个鬼 弄了老半天 没意思啊 怎么样 就走了 他说没意思就走了 对啊 所以这样的人怎么会得精神病 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知道 你的精神的好弱 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是因为你太虚了 而你为什么这么虚 因为你的负面能量太重 所以呢 发脾气是害谁 是害自己 也就是说 你对你父亲的不能谅解 其实 是你自己 没有办法处理 你的情绪 产生的问题 不是你父亲有问题 因为你跟你父亲是 因缘 注意是因缘 佛法讲因缘 就为什么 我生下来 这个就是我爸爸 这个就是我妈妈 为什么 因缘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 这个跟一个出家人 在请教 我太太就问这一位师父 她说师父 你为什么出家 师父怎么说呢 师父指着我 她说你为什么嫁给他 师父访问他 注意哦 师父很有智慧哦 这两个问题 是两个问题吗 是一个问题 然后师父就告诉他 说你会嫁给他是因缘 我出家 也是因缘啊 这样理解了吗 所以我为什么被你生到 是几个问题 还是一个问题哦 因缘嘛 就是因缘啊 你有什么好愿的 对啊 他叫给我 我有什么好愿的 因缘啊 他如果跟我没有因缘 根本不会相似 连在路上 这样走过去 这样走过去 一面都有资源 也就这样走过去 都有因缘 在一个同一个巴士上面 坐都有因缘 所以能不能愿 就在那个缘当中 要不要加入任何的情绪反应 不需要 善了就可以了 敦伦敬奋就可以了 这样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学佛就是学这一个 所以你看胡小邻居士 也有过去也有精神的疾病啊 他怎么好的 吃药吗 不是 他是听到 师父上人讲 饮一酌 莫非前定 他就放下了 病就好了 没有 所以问题很简单 你说在哪里休学 你家里就可以了 那你说我家里 那个磁场不好 没关系 你暂时可以离开 但是 我说是暂时 但是不是因为你排斥 因为你对立而离开 不是 这样理解吗 所以平常应该怎么修学 放下 学习放下 时间到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回答的其实还没有很完整 晚上我们再说 谢谢大家 我下一节课再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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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